上海南篮惨遭围追堵骂 户媒记者揭晓李春江输球真正的原因 球迷终于释怀了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CBA联赛 聊一聊在CBA技育赛当中 上海南篮球队在首轮技育赛遭遇失利以后 那么球队场外的一个意外情况 而可以说这一次户媒记者 他的摊牌也是揭晓了李春江 没能够带队获得胜利的原因 同时也能够让所有上海球迷去释怀 让大家感觉到上海南篮本赛季在就赛当中 球队目标相对来说 还是锁定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 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上海南篮 更多喜欢上海队的球迷朋友 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聊上海队 聊聊球队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目前CBN联赛的季后赛 仍然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 而作为首轮比赛 率先出战的一支球队 上海南篮球队并没有像广州队一样 能够去2比0直接横扫对手 反而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上海队最终是90比97 不敌江苏队给了对手能够去逆境翻盘的机会 那么这样的一个比赛局面 确实让上海球迷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 对吧 因为球队明显在场上是拥有去拿下对手的实力 而且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上海南篮的主教练李春江 并没能够在比赛当中全力以赴 这场比赛上海队更多是安排年轻队员出战比赛 那么在比赛下半场 甚至是直接使用了拳花斑的比赛策略 所以观战本场比赛的上海南篮球迷 也都是非常气愤非常激动 比赛以后我们看到很多球迷也是直接围堵上海队 直接是喊起了李春江下课 质疑本场比赛上海南篮在场上的表现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赛后 也是引起了广大球迷的热议 也是掀起了一个渲染大波 在手握优势的情况之下 上海南篮为什么没能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 李春江为什么放弃了这一场比赛 能够去直接横扫对手的机会呢 这样的话上海南篮是不是处在一个绝境当中呢 那么事实上李春江放弃本场比赛胜利是事出有因 而且可以说也是彰显了上海南篮在季后赛 更加宏远的目标 因为在本场比赛结束以后 我们看到户媒记者 东方体育日报的记者薛思佳 他是直接发文摊排了本场比赛上海队输球的原因 他表示呢职业体育为了争取利益最大化 合理利用规则是相当正常的一件事情 此外他还举了最近NBA的一个例子 那么达拉斯独行侠为了保签 索性呢连NBA技能赛复加赛都直接不打了 那么这也是利用规则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目前上海队做出这样的选择 也是为了能够在季后赛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而在这一次薛思佳摊排了上海南篮输球的原因之后 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 因为目前上海南篮的外援布莱索 在本赛季旧赛打响之前是被禁赛四场 那么如果说上海南篮草草的结束了首轮比赛 后续当他们面对更强对手的时候 球队的核心外援无法出战的话 那么本赛季上海队是很难实现战绩上的一个飞跃 是很难在旧赛打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而现在李春江这一场比赛主动放弃 也是为了能够在后续赛程当中打出更强的竞争实力 是为了应对联赛整体艰难赛程的一种勉强的做法 所以相信看到李春江这一次他的苦衷以后 上海南篮球迷也能够去释怀 我们也期待着在此后的比赛里 上海队能够打出强势的表现 能够把真实的水平摆在球迷面前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听之间聊球的朋友 别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箱留言 去一些事儿下期咱们接着聊